接下来的一幕令他们终生难忘 陨石虽然被压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下面 可是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芒 不是一般的云铁那种外壳啊 它落在地面的时间一定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后来就废除了 后来用的阿拉伯文字 这个就是明显就是人名字 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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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名字 是一般的六几年 七几年使用的文字 到八几年以后 废除了 陨石保存相当完好 但是它究竟有多大呢 尽管陨石的一部分 还埋在土中 可是通过地表的部分 也能够看出大体的轮廓 在进行了简单测量后 张宝林感到非常疑惑 它的地表面积 比青河大陨石要小 重量大约在25吨上下 在陨石的一角 有一处切痕 表皮下露出不锈钢式的质地 张宝林决定 在原来的切痕处取样 可是想聚下了一块 实在太难了 特别坚硬 人工甚至都没有办法 能也炼出这种钢铁来 因为它是在行星体的内部 很缓慢冷却 大概一百万年冷却一度 这么一种高温条件下 要经过几亿年 才能够炼成的这种钢 所以这种钢来说是太特殊了 这是宇宙的钢铁 这种宇宙的钢铁 是一种铁镍合金 有很强的韧性 所以取样进展艰难 张宝林却感到 自己的头越来越沉 此刻一个问题正困扰着它 陨石所在的地方 是一处乱石密布的山坡 可有一点却让大家想不明白 这么大的陨石从天而降 而周围 为什么看不出陨石撞击过的痕迹 大气层都是有大气分子的 我们现在当然看起来是空气了 其实有很多分子在运动 我等于一下把一百公里厚的大气层 我等于一下压缩 其实一压缩比钢铁还硬 那么多分子压在一个很小的范围 而且你运势要打通它 所以遇到极大的阻力 假如是更大 一百米一公里 那就不一样了 它通过大气层的时候阻力太大了 它里面的结构根本维持不住 这么大的压力反抗 但是它又要一下子冲下来 所以全部爆炸 粉碎 因为大的陨石冲击下来 不是靠它的本身砸在地球上 绝对不是这样的 它是形成一个冲击波 而小的陨石 哪怕你二十多吨 对天体来说也太小了 你那么点的陨石 最后你即使砸上去 因为受到强大的阻力 最后就像不高的地方掉下来的一块石头 所以它等于它砸不出一个大坑来 这时就在发现现场带路的向导 告诉海拉提一个听来的消息 他说我听说那边山行还有一块大的 肯定比这个大 虽说这只是听来的消息 却再一次唤起了张宝林寻找的希望 心里面总是有一种感觉 那么在附近 应该有一个超过三十吨重的大云铁 这样才对 老百姓看见过很大的 那肯定比这个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有一个更大的 这个还是非常可能 根据这回寻找的经验 张宝林十分清楚 在茫茫的大山中 如果没有向导的指引 是很难成功的 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中 是否能有新的发现 专家与当地部门正在不懈寻找中